中超半成冠军 而且,32分的半成得分,还创造了国安的新高,原记录是2014赛季的31分 这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浴室吗?中超前14个年头,13次获得半成冠军的球队最终问鼎冠军 换言之,半成冠军夺得中超冠军的概率,高达92.8% 这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国安为什么能拿到半成冠军? 其超强火力是保障 巴坎布的11球,是首榜排名第三,索尼亚莫的8球,比埃拉的6球,奥古斯托的4球 国安,不仅仅已经打入38球,超过张海上岗成为中超拥有第一火力的球队 而且其38球,中有29球,是被上述4将包揽 更值得一提的是,奥古斯托还有9次助攻,在助攻榜上仅次于上岗的奥斯卡11次 而比埃拉的助攻次数也达到了6次,位列助攻榜第4 这种超强实力的中级场组合,成为国安连赛取得95平一副情节在连大首场零比三输,给山东鲁能,足鞋杯闯入四强夹击的保证 此外,国安目前的场军恐球,绿科传球次数双双排名中超第一 向前传球的次数同样排名第一,而其传球成功率为80.6%,仅次于复利 这些数据都是国,安独得半城冠军的有力佐证,国安能否二度夺冠呢? 可能性很大,但是国安需要解决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防守 目前为止,国安已经失球24个 这在所有16支中超球队中排名并列第6多,在前5名球队中也是最多的 而现在排名第二,第三的鲁能和上岗的失球都只有13个 下窗桥整外缘后取得三连胜 去投和盟的广州恒大失球也只有16个 由此可见,国安帮手段的路动还是相当大的 比如,国安与华夏这场球 华夏由高华泽打进的第一力进球 就是利用了国安的后防线失误 而打出6比3这样的大比分,也反称了国安的后防线的确残弱 38球有29球被4名外援包揽 也反映出国安对外援的依赖性 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受伤或停赛 国安需要做好预案 这在联赛收官阶段尤为重要 毕竟目前联赛前几名基本差距不大 2015赛季前三分之二赛成功后 国安、恒大、鲁能和上高 依然南风高下的升级或许北赛季也会出现 这就需要国安的备战方案 做得越细致越好 能否最终拿到冠军 还要看竞争对手答不答应 今年山东鲁能在李肖鹏的带领下也表现强势 目前九胜四平二负 仅比国安少一分 而且鲁能还在节目战中三比零大胜国安 两队即将于8月5日 也就是后天在中超第16轮中相遇 这场比赛对国安而言是一个心理砍 如果能复仇 鲁能将大大提升国安的士气 为最终独怪铺平道路 不过 由于是主场作战 国安还是占据一定优势 排名第三的升纲则比国安上两分 下轮面对大迭一棒 取胜是大概率事件 排名第四的恒大虽然比国安少五分 但是其上升石头明显 新外援塔利斯卡表现尤其强颜 两场打入五球 风险强势 加上保利尼奥回归后 大大增强了恒大的中场实力 恒大未免的决心很明显 也将是国安夺冠的强劲对手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香港与恒大的一场比赛延期了 如果这场比赛打了 香港成为半城冠军也不无可能 下半城赛城 国安首先要面对鲁能 然后是苏宁 这两场都是硬仗 接下来是一方 人和 太达 重庆 全取15分是很有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 从对阵五能开始 国安接下来六场联赛 有四个主场 与人和的比赛相当于半个主场 当然 其中还有一场主场与广州 负利的足协杯半决赛 整体赛程非常有力 但这也意味着后期的客场会增多 国安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多拿分 此外 9月14日客场挑战恒大和9月29日 主场迎战伤港又将是两刀看 不过 总体而言 在施密特两年多的调教下 国安的战术体系已经形成 整体搭法表现不俗 只要在关键战役中不掉链子 二度夺冠还是有很大可能性的